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我们熟悉的三高,也是健康的三大杀手 正当我们和三高斗争的时候,第四高已悄然袭来 前不久,一位赌信中医的痛风病人来找我看病,他就是高尿酸 来的时候,他因为右脚疼痛不能下地,是由家人推着轮椅进到诊室的 我给他开了中药,并嘱咐他回家后的注意事项 另外还建议他多吃生黄瓜,冬瓜帮助排出尿酸 这位患者服药两周后,脚就完全不疼了 多次打来电话,很是感谢我,还对我的食疗方大家赞赏 那么,小小的黄瓜,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作用呢? 这就要从痛风的病理变化说起 中医认为痛风属于臂症范畴,其因也分为很多类型 比如含湿壁阻型,湿热壁阻型,痰阻血淤型,血热毒氢型,甘育成皮型,皮虚失阻型,甘肾亏虚型等,需要辨证失质 而西医认为,痛风是由于体内的飘令代谢出现障碍,导致尿酸生成过多,或者尿酸排泄出现障碍,引起血液中尿酸升高 然后尿酸炎结晶沉沉沉沉肌关节或其他组织中,导致关节剧烈疼痛 而且,它会反复发作,不仅特别疼,还有可能导致关节畸形,让人出现行动障碍 所以,治疗痛风,最关键的就是尽快排出尿酸炎,并且要保证尽可能少得形成新的尿酸 这就需要限制喝酒,少吃高票令食物以肉类为主,尤其是动物内脏,多吃低票令食物主要是果蔬 而其中,冬瓜,黄瓜等蔬菜,排尿酸的效果,就相当好 我们先说冬瓜,它可以利尿,清热,化痰,解渴,所以在治疗肾炎,水肿膨胀,弹喘,鼠热,痴疮等病症方面,都有疗效 而且,随西居饮食谱说它,若孕妇常食,则胎而毒,令儿无病 可见,冬瓜是非常安全的食物,孕妇都可以经常食用 推荐,冬瓜汤 推荐,冬瓜二五十克小葱,姜,盐适量 做法 一,准备材料,将冬瓜洗,去皮,切片 小葱和姜切成末 二,锅中加水,放入冬瓜和姜末,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焖煮二分钟 三,加适量盐,撒上葱花即可 功效,这道汤非常清淡沥水,适合肾定,水肿,痛风患者经常食用 说明,冬瓜性寒,脾胃虚弱,肾脏虚寒,酒病滑泻,阳虚之冷以及女性精七药甚食 而黄瓜,中医认为它胃肝,甜,性凉,苦,无毒,入皮,胃,大肠,具有除热,沥水拎尿 清热解毒的功效,煮至反渴,咽喉肿痛等 它清热解毒的功效,可以驱风热止疼痛 西医更是肯定黄瓜降低体内尿酸水平的功效 药理实验表明,黄瓜中所含的硅,有助于增强关节节地组织的健康,可以很好的减轻关节炎和痛风疼痛 推荐,黄瓜胡萝卜汁 材料,黄瓜一根胡萝卜一根 一,准备材料,把黄瓜,胡萝卜,黄瓜,去掉头尾 二,把黄瓜和胡萝卜放入榨汁机,按说明操作 三,将榨好的汁液倒入杯中即可 功效 黄瓜与胡萝卜汁同时 口感好,而且可以降低体内尿酸水平 有效缓解关节炎和痛风疼痛 说明,你还可以拿黄瓜拌冷盘 但不管怎样,黄瓜都不要削皮,认真清洗后带皮一起生吃 排酸效果,才会更好 感谢观看,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